哈喽大家好,我是萌串 终于来到齐灵王的动画漫画细节比较的最后一集 感谢大家对这个系列的支持和观看 如果还没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 请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哦 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塔水名人输掉了跟许方的十段战 阿光看到爆子后非常惊讶 而动画为了表现出这份惊讶 更是特地让他口中的面包掉到了爆子上面 非常搞笑 后续还增加了阿光在学校天台关心着 左维最近状况的片段 说他看起来好像时间很紧迫的样子 展现出阿光也有在关心左维的一面 而在阿光跟昌天的遗色其中 动画也帮左维加了镜头说 这个胖子,而不对 这个人也察觉到阿光的实力了 接着到了爷爷家仓库招小偷时 漫画中光吧,很难得的出现了 问他要不要去关心一下时也是果断的拒绝 果然镜藤一加上上下下都是俯慈直笑的薅榜样 然后阿光找到胡次郎的棋盘后 发现上面的血迹变单了 这个时候漫画其实也把左维的脚尖化成是消失的状态 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左维的担心真的不是他在挤人忧天 也算是给观众们一个心理准备 左维看到阿光的这个状态后 他心里也想着 等他哪天消失后 阿光会不知所措吧 不过这句台词没有在动画中讲出来就是了 隔天阿光跟续芳一起到了工作的场所 漫画中有画出他故意夺着续芳的分镜 跟大叔们下指导骑士也提到了红秀鹰的事 这些也通通都被动画省略掉了 除此之外 漫画中续芳出场时一开始是叫阿光伸出拳头 然后说猜拳赢了要他答应自己一件事 就是要阿光让骰跟他一决胜负 怎么说呢 虽然续芳是喝醉了没错 但是这样的几动也实在是太巧皮了一点了吧 动画组可能是为了保持住他高冷甩气的人设 所以就没有把这段画出来 后面阿光用同一招向续芳提出对异的请求 自然也就变成一般的对话了 到了走廊上 左卫看着阿光的背影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消失 说着不想跟阿光分开 同时想起了跟胡次郎离别时的对话 如果是当年看中文配音的观众 听到的应该是这样的台词 这样听上去胡次郎的遗言好像就只有对不起左卫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先来看动力版的翻译 上面写着我不想跟你分开 那么究竟哪边才是正确的呢 我仔细听了一下耳轮配音 左卫所说的应该是 原文中并没有指出是谁不想跟谁分开 在我看来 这两句话其实也是胡次郎的遗言 而且漫画连载时还把对话听在了可是这边 过了一周后 读者才知道他想说的是 可是我必须要离开了 也就是说 胡次郎完整的遗言应该是如同漫画中所写的那样 对不起左卫 我不想跟你分开 明明我们都不想跟彼此分开 可是我必须离开了 而此时此刻左卫在回忆胡次郎的同时 也借用了同样的话语 向阿光表达道歉与离别之语 隔天一大早阿光就做心干先离开 动画补充了左卫的手渐渐消失的镜头 之后左卫伴随着铝光残绕消失的画面也出力的非常棒 看得让人十分感动 可是阿光发现左卫消失时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把窗外的鱼器一起划出来 我觉得有一点点美中不足的感觉就是了 之后阿光在家寻找消失的左卫 与漫画不同的是动画组特地把光妈的藏库换成了短裙 打电话问爷爷鬼会想去什么地方 动画里是阿光被骂说 那种事我怎么会知道啊 不过这句话在漫画中倒是被阿光提前预判了 接下来找左卫的这段剧情 我觉得动画和漫画两边的阿光是有着非常显趣的差别的 与动画成熟的表现不同的是 漫画中阿光的言行举止依然像个天真的小孩 首先是漫画中他在寻找着阴岛的位置时 还有在考虑说 如果左卫明早还不回来就出发 动画则是没在想那么多 并且画出了阿光遥望着夕阳想念着左卫的样子 让观众们更能感受到阿光的思念与决心 到了阴岛上 漫画的阿光也是在跟胡次郎各种交劲 先是在看到胡次郎期盼的自己后哼了一声 说难怪左卫会先自己的自仇 到了墓地那边也完全没有去击败 很没礼貌的说对修车的墓才没有兴趣了 并且叫左卫如果看到自己的话就赶快飞过来 而动画中的阿光则是有好好的到修车的墓前去看一看 思考着左卫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一天下来完全没看到左卫的身影 漫画的阿光更是在生左卫的气 说他要回去了 左卫不回来也无所谓 动画则是泄气的说为什么左卫不在这里 所以说根据漫画的表现 如果有朝一日阿光要告诉阿亮真相的话 我觉得弟弟也是会悬在爷爷的仓库 而不是修车的墓前 因为阿光很清楚的知道 藤原左卫和本音方修车是两个不同的人 到了晚上 阿光打电话回家的对话也被动画主省略了 他怕原本还怀疑阿光遭到了绑架 被家人骂了一顿后 阿光更是叫左卫赶快滚出来 到了隔天 阿光吃着饭还很开心的想着下次要带左卫一起来玩 还考虑了这次已经把钱花光的问题 而同样的台词 动画则是让阿光自己一个走在海边耍孤独的思考着 并且省略了有关金钱的事 我觉得动画这一连串的改编 是调整了左卫消失后阿光的心态 漫画的阿光是心存侥幸 认为左卫很快就会回来 所以没有表现出太过担心的样子 动画中的他则是打从心底关心的左卫 心急如风地寻找着他的身影 并且逐步地在原谅阿光的离别之痛 另一边 衣角在中国的修行也有着许多的有趣之处 首先是很多人都爱吐槽的一点 为什么到了中国所有人都在讲日语阿 漫画中他们说的其实是中文 所以造实说 衣角下得不好时 还出现了两个路人做翻译 而在衣角的训练出席 也同样的因为 听不懂其他人在说什么而被感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 央海的出现对衣角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了 有一个能够跟自己用母语沟通交流的人 是多么的愉快 曾经出去外国生活读书的朋友 想必都能体会到这一点吧 漫画中还补充说了 他们洗衣服虽然可以找阿姨帮忙 可是内裤却只能自己洗 然后挂在房间里 我就想问一下 20年前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有知道的观众 还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还是说 其实只有洋海是这样的呢 毕竟他还补充了一句说 东西可以尽管拿去用 没关系 不过不保证他胃不胃生90了 谈到乐平不爱 还认真学习其实还有说到原因 就是北京对他这种乡下来的孩子 实在是太过吸引了 最后衣角克服了自己的弱点 准备回到日本 其实还被造实无心爆料说 衣角一直都住在洋海的房间 没离开过 不过老师也仍很好的 假装没看见 太好了 回到日本这边 阿光因为左围消失而放弃了围棋 他在棋院门口被奶奶关心的 字幕也是漫画所没有的内容 而光妈因为担心阿光而跑到了学校 漫画中他还想说如果不当职业骑士 就要好好的念书 并且对于老师的反应感到非常担心 其实你也不用问老师了 你儿子考不考得上 难道你心里没有答案吗 大胡子看到阿光一直都是不战而拜 感到很生气 他同时问说 那个人的气意很强吗 动力版的漫画这边出现了翻译错误 不是通过了职业考试 而是参加了才对 和和先生也是同样的生气 还提到说 阿光上次钱他一万块都还没还呢 可见和和先生是真的很疼阿光 不过这些涉及到钱的内容 同样的会被动画省略掉就是了 动画组之后 还多加了阿光躺在公园里发呆的画面 以及一角为了阿光特地跑到了七院 和围棋会所打探消息 提搭阿光家后 阿光以为是左围回来了 从兴奋的表情转变为失望的这段 也处理的特别好 看到阿光这个样子实在是令人揪心 一角跟阿光两人对异的这场戏 动画组也下足了功夫 为了展现出他们激动的心情是故意让棋子在棋盘上抖动 而在阿光发现左围就在自己的围棋里 也多加了扇子和手一起下棋的画面 以及他回头寻找左围踪击的动作 这一连串的画面 声音所塑造的情感都是完美无缺的 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是跟我一样看到折磨后 直接流下了泪水呢 之后阿光重返职业世界 动画组增加了精子 叫做老师追问阿光的状况 以及一角奶奶等人在河谷家得知阿光重新振作的画面 还有就是天野机子折磨冲出去查看阿光的出场 然后打电话通知续放跟告诉商员同样你是动画原创的 有这么多人关心 这就是所谓的主角光环啦 另一边 他神明人加入北京对蛇画面带到了洋海 他说着神之一首未来会在电脑里诞生 说的非常动听 但上的是什么网站啊 动画组就这样暴露了洋海的兴趣真的好吗 后续到动画结局的部分两边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结尾随着主题取得播放 画面中大部分都是漫画后续的内容 比如阿光对着语气针 阿亮和一流对一本等 而原创的部分则是有通警交到女朋友被夹贺装剑 以及商员跟虚方两个人背对背拥抱 背对背抽烟 还有就是生下老师的女儿帮河谷庆祝生上二段 虽然说这段也是原创啦 但其实漫画的番外 他们是有去庆祝河谷成为职业骑士的 所以这个就算是番外篇的延续吧 反正河谷之后还是会继续升上去的 两人的发展也是令人期待 那么最后再来盘点一下举场版 前往北斗杯之路的细节吧 北斗杯一开始是动画很难得的让我们看到光霸 而阿光得知北斗杯的事本来也不是透过电话 使他下完旗后刚好碰见记者古赖被告知的 观看一角的新出段联赛时月 只有说论斩鸡的话自己也应该被选上 却被河谷狠狠吐槽说明明输给了自己 还敢说大话 讨论门蟹说不敢相信阿光去年的考试输给了三个人时 本天也很可怜的问其他两个就算了 输给自己有这么难以置信吗 实在是太惨了 在他们热烈讨论的期间终于有人进门 月之也一如既往的只把想对阿光说 自己一点都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不过进门的其实是跟一角一起去了中国的音乐小姐 而阿光跟门蟹对与其间本来还有路人想去为观 但是感受到一股可怕的感觉后就打消了折跟天头 之后阿光准备要对上生夏老师 其实这边还有说 父母也没跟生夏老师在整次比赛对异过 所以很期待阿光的表现 不休时老师更是说出了 但就实力来说 搞不好连我都不是对手的高度评价 可见阿光现在的实力是真的不容小缺 之后肥斗杯月子要求复赛 漫画中很现实的提到饭点逐数的问题 社当然也耳切地表示 不需要帮他复饭点肥和对异肥 也就是说即使是这种选拔赛 身为职业骑士的他们 也还是有薪水可以拿的啊 到了剧场版的最后 增加了阿光的独白说着 他一定要变强 然后总有一天一定会敲出神之一手 要左位等着 就这样动画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从头对比过动画和漫画两边的内容后 我也是真的对角色们有了更深的了解 尤其是阿光 漫画里的他确实是有着更鲜为人知的一面 接下来我就要开始着手三位主角的人物之了 我也不确定需要多久的时间 所以频道接下来应该会变为不定期更新吧 但我保证一定会用心做出最好的影片给大家的 请大家尽情期待 我是蒙川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